乘坐轮椅 现年87岁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基各 亲吻伊斯兰伊玛部的手并流照合影 方基各周四来到位于英尼雅加达 东南亚最大清真寺伊斯蒂科拉清真寺 和六大宗教代表会晤 提倡各个宗教因团结对抗极端主义 事实上呢 印尼的天主教徒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三 大约八百万人 穆斯林则占八成七相当于2.42亿人 尽管如此 天主教是印尼官方认可的六大宗教或教派之一 2020年政府也在这座清真寺建造一条 连接到当地天主教堂的友谊隧道 作为宗教和谐的象征 方基各预计将在6号结束印尼的访问行程 接下来将前往巴布亚 牛基内亚 东地问和新加坡 继续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